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竹笋好像跟它也挺大的 鸡蛋和猪肉应该没问题 有的时候鸡肉怎么着拿蛋清卡火一下 这肉不特别嫩 这应该没问题 我的建议啊 因为过节 过节以后呢 咱们在过节期间平常吃的一些炖肉啊炖鸡啊 都是富含那个动物蛋白 动物蛋白 所以说过节期间咱们要吃点醋 而竹笋呢它的鲜肥是比较醋的 这样呢也可以 无法说是刮刮油吧 刮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竹笋跟猪肉搭配是更为合理的 猪肉如何吃的健康呢 原料的搭配很重要 最好是荤素搭配 既然咱们选择了冬笋 好 这道菜 所有材料基本上就出来了 竹抱平安 竹 竹 竹笋 两位都辣了 竹是猪 不是猪 两位都辣了一道 还有一位东西 平安 平安是什么 豆腐 咱们今天选择的是豆粿 豆粿 多吃豆腐保平安 对 然后猪肉 看看一样 煮菜 煮菜 为了咱们颜色炒出来更漂亮一点 咱们可以加点九环 九环 咱们现在切肉丝 一人一块猪肉切成肉丝 不要很薄 很薄的话一炒全算了 早说呀 我这切的跟沙似的 你这你这么完了又输了 上出一方 切完 正当这儿 我就不说了 今天 首先你就是我的福利 一位正当服务长 服务长 做得真好 做得真好 咱们下一步呢 是把这个肉丝上浆 上浆 也就是让它最低的损失它的营养成分 而且炒了还滑嫩 滑嫩 但是我以前听说好像要把这个就切完之后再泡一下水 就把它那个斜水给它泡出来 这个肉就显得比较白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由营养师来解答 白是没错的 但是这个猪肉的最大特点就是它B1含量要高于牛肉和羊肉 那么B1又是一个水溶性维生素 如果你一泡把这点营养全部都流失了 所以泡的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维生素B1一泡就流失了 所以还是不泡了 保持营养成分 对 大家洗一洗 这营养成分 上浆 上浆 咱们需要盐 来点水 水不要太多 因为咱们还要割蛋清 好 再来一点 加水也是为了滑嫩 对 其实就是也是给它做一个补水面膜 对 然后呢 加一点蛋清 蛋清的作用 炒完了以后更滑 肉身更滑 给它要充分的抓匀 好 我们做一点淀粉 这会儿喝淀粉 对 现在咱们上浆粉 怎么看好坏呢 第一 它没得工作 炒完浆以后很亮 很亮 现在就很亮 第二呢 是木菜的手感 很有弹性 对啊 很有弹性 炒制猪肉最健康的吃法 首先是给猪肉上浆 不但能够增加口感 而且保证猪肉的营养不流失 把竹笋 豆腐干 九黄 切成长短一致的寸段后 要进行焯水了 咦 李师傅为什么拿出两个锅来焯水呢 为什么我做两锅水 因为豆干里也富含 笋里也富含草酸 那我们现在放这个 可以 还要放盐吗 不用放盐 没事 油也不用放了 不用放 就是单纯性煮一下是吧 对 这个已经焯完水了 也都全准备好了 咱们就炒吧 炒之前咱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步骤 做一个碗汁 碗汁干嘛 对 因为这个菜是一个急炒的菜 如果您炒时间长 它营养还是要流失的 对 我们用盐 味精 糖 胡椒粉 清水 水淀粉 香油 先勾兑一个碗汁 提前勾兑碗汁也是炒制猪肉菜最健康的方法之一 因为是急火快炒菜 这样能够缩短炒制的时间 从而减少了食材的营养流失 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 对对对 热锅凉油 这样的话肉丝不容易扒菇 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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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散变白 嗯 其他足料就可以放上去了 嗯 好 你还不下酒黄 什么呀 酒黄因为很容易成熟 所以咱们到这个做完碗嵌以后下酒黄都可以 好 咱们可以搁馅汁了 馅汁 馅汁 好 关火 可以了 成了 集火快炒 非常考验人的万力呀 昌明姐 点这个营养怎么样啊 这道菜的特点呢 它是加配了一个豆制品 那么节日期天呢 我们休息期天有个小建议 希望大家有一到两天可以吃素 那么吃素的时候主要以豆制品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你说的这个煮饱平安的豆腐饱平安 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这样说不算来尝尝 四位都来吧 你这炒的很嫩 很嫩啊 你看叔叔说嫩不说嫩 他说嫩 好吃真好吃 真的吗 小建 顾亚姨正是师傅炒的 是吧 我这都得了见窍盐了我这 好好吃 李师傅有一个顺口溜是吧 对 分速搭配集火炒 上浆调汁有其中 横批竹报平安 好 很好 你看一套一套的 好 对 那个我们在厨房里就是要这个实践 然后加学习 呃 今天呢咱们猪肉的一个健康的做法已经学到手了 明天呢是王小蕾和李蕾剑给大家带来另外一道健康菜 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 就这样吧 明天推移时间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容计划 多分 不 最后